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一,平台可信度大幅降低,卖家们被各大平台规则所束缚,反复无偿的平台不公平政策,一次又一次的戏虐卖家,有句话叫,纵你虐我千百遍,我仍待你如初恋,这里的你,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台,可别习惯了受虐,没人愿意当个受虐狂。 所以,时至今日,卖家们对很多跨境电商平台都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度,在平台上谋时,你得老老实实按照平台给你定下的规则办事,没错,即便规则不合理,即便是明显的不公平条约,你也得老老实实遵守。 平台让你发这个物流,你就得发这个,平台说你这个是房品,那就是房品,平台说罚款,那就罚款,在平台上经营,即是寄人篱下,人为刀组,我为鱼肉。 二,被平台恶意竞争对手玩弄。 平台上卖家之间,高度竞争关系,直接导致产品价格战,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这种价格战,在速卖通上,则展现的淋漓精致。 这还不算什么。 更糟心的是,恶意卖家的那些,下三滥手段。 别忘了,VC绞杀事件并未因为事件曝光而完全停止,在亚马逊平台上经营。 被恶意卖家,攻击绞杀的可能性仍然很大,特别是好不容易做起来的,listing被毁掉或被窃取。 华尔街日报在两个多月以前,曾派记者来卧底,曝光,中国卖家的恶意竞争,外媒记者卧底,深圳调查。 倒光中国卖家操纵亚马逊排名,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不就是亚马逊买家们的日常吗? 三,产品滞销导致的亏损风险。 平台控制着流量,也控制着账号的关停权限,投入了很多资金,备了很多货,付出了大量的物流成本,货也入了仓库,发现没有了流量。 产品长时间卖不动了,或是,突然某一天,一个自己也拎不清的投诉,listing就被封了,一大堆的货物在仓库。 这可如何是好?气质销毁吧? 不行,因为即便当垃圾扔掉,销毁不要了,你还得付一笔销毁费了,那退回吧。 算了,跨国运输的运费可比这点货值要贵得多,仅仅依托在平台上。 产品滞销亏损似乎在所难免。 四,平台销售增长乏力。 五,媒体过度炒作,独立自建站的虚火。 很大程度上是跨境电商媒体的炒作。 这些媒体很多本身就不了解真正的独立站,极没有实战经验, 也不懂得如何占外引流。 但媒体的专业向来是喜欢抓热点主题,进行报道。 这样的热点自然也不会放过。 所以,七听八糟鼓导出一堆不接底气的标题,党文章。 有了阅读量,也就有了广告收入。 六,搭建独立自建站的起步更低,成本投入更低。 与平台对比,搭建独立自建站门槛低。 选择性多。 成本也不算高。 比如用谷歌云赠送的300美元赠金利用Wordpress或者Magento搭建。 包含所有搭建成本。 商业模板。 域名。 最低第一年也只要163元。 第二年续费也只要60元。 当然,你得懂些IT知识。 这得自己动手完成。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Shopify。 这个倒不需要什么代码知识。 但每月29美元的月租在所难免。 总体算来,每年大概2000人民币。 七,害怕又错过了跨境蓝海时机。 上面也说了,错过了Amazon。 Wish的早期红利。 谁都不想再错过这次独立自建战。 在独立战已然如此火热的情况下,大家都在做。 我是不是也要做。 如果现在还不做。 是不是又要错过了一次捡钱机会。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让人很纠结。 但别忘了。 独立自建战可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早个十几年就已经有了。 现阶段来看,最多也只是说是重新回归。 独立战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想要做好的话,甚至只会比在平台上更艰难。 八,卖家品牌意识增强。 观念转变。 不可否认。 亚马逊在跨境电商行业的影响力, 也大大提高了跨境卖家的品牌保护意识。 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工厂提升产品质量。 打造品牌产品。 为了帮助品牌卖家获得更多订单或有利条件。 亚马逊很早就推出了品牌备案。 而这个亚马逊的品牌备案, 此前就有有一项必然条件。 就是要求进行品牌备案的卖家都必须拥有包含购物车和在线结算功能的品牌独立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